明天呢,大家好,我是王林 我现在在我的师父尼西亚南达大师的居住地 印度的班加罗尔 尼西亚南达大师呢,是印度神师婆的转世 是在施亚凡达 想要在这个影片中,录像中跟大家讲呢 师父对疫苗的看法 这个呢,也是 其实在灵修道路上会有很多人在关注以及讨论的一个话题 那之前呢,其实我在最初接触到大师的时候呢 听他有一次讲呢 就是等啊等啊等,终于等到他讲这个疫苗的问题 然后他当时的原话是 如果有人问我这个疫苗要不要打 然后他说,他说的原话 他说我跟我的哥哥的孩子讲 就我哥哥在问我要不要给孩子打疫苗呢 我跟他说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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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大师的原话 就是他,他就用这样的一个例子在跟你回答 但是没有直接告诉你,你要不要这样做 然后呢 在最近那个31天的那个Maha Salashuha 这个项目呢 大师有一个问答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那在这个时间呢,大师又一次讲到了这个疫苗的问题 然后他这一次就非常的坦诚跟大家说 说我现在非常直接的告诉你不要打 因为呢,这个疫苗其实是对我们造成的伤害是更大的 就是Altis和一些其他的对大脑的伤害啊 其实都是因为,就是疫苗是可以造成这些极大的对大脑的伤害 以及我们生理上的一些不可挽回的一些重要的影响 所以说大师说那个疫苗一定不能打 这个相当于是自我毁灭的一个手段 这个是一个阿凡达跟我们揭示的一个真理 其实呢 从自然发生的角度规律上来看的 也可以知道疫苗为什么不需要打 就不说他的那个医疗效应 就说我们为什么生病呢 如果是自己身体生的病呢 这些是由于不圆满大家是可以理解的 就比如说我们 自己的比如说糖尿病啊心脏病啊癌症啊这些 是因为我们心中的不圆满造成的 在生物记忆中的这个层面上一个显化 就是我们自己身体出问题 但是很多时候大家不能理解 为什么比如说我出门被车撞到了 或者是我这个吃东西吃坏肚子这些 其实这些呢也是我们自己显化的 因为这个宇宙中真的是没有啊 意外事件的全都是有原因的 也就是说呢 一定有一个什么念在我们背后 造成了我们生病的这个 就是比如说啊意外的事故啊 或者是啊细菌感染的 这些就是外来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个身体 生病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就不是内发的 即便是这样的它也是啊我们自己的显化 就一定有什么呃念呢 让我们造成嗯 嗯我们要有这个生病的这样的一个啊这样的一个手段来造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比如说啊呃呃非常的普遍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们从小其实啊都会有一个现象就是在我们生病的时候 父母会对我们很好这样就造成了我们其实成年之后只要是觉得自己压力大呀或者是想休假的时候我们身体自然而然就会生一场病 比如说感冒啊之类的 其实这个是很啊 啊用我们显化这个理论讲呢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而且它也是事实了因为宇宙意识是在世间万物中存在的即便是啊病菌病毒这类的细菌这类的也会就是受这个意识啊所意识体意识源所支配啊所以就是这些事件比如说我吃坏肚子或者是我被人伤害啊 呃这些事件也是会呃显化的由于就是呃我们需要比如说啊在家休息或者我们需要得到别人的更多的注意或者是我们呃 讲的更深一点就比如说我们就是厌倦人生啊嗯发自内心的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呢这个时候可能我们会给自己创造一场呃大的事故啊这些都是可以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到 而且是自然法则呃支配下呃显化的一个呃呃一个现实呃嗯 其实我自己也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可以跟大家讲就是我呢嗯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有一次要参加一个生物的竞赛这样然后当下的感觉就是非常的压力非常大因为我自己当时呃就是呃感觉就是觉得自己呢 应该是呃要拿一个好的成绩的但是发自内心的有非常的不自信的然后就觉得怎么办就是很当时觉得这个反差就是又要想要表现呢然后又觉得自己没自信 然后呢后来这件事的结局呢就是非常的现在看来就是知道当时心中的那个呃疑惑困惑那个逃避的那个情绪就显化成我自己呃 呃拉肚子就是我要去参加这个比赛呢然后那天晚上就去路边摊吃啊 然后呃跟我一起吃的这个人好像没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我他有没有吃我不记得了啊 呃不管怎样就是我们一群人但只有我一个人那天晚上拉肚子拉了一晚上就是在路边吃的那个呃地边摊不干净 然后呢就呃第二天那个呃竞赛的时候就是条件状那个身体状态不好 然后我后来就呃出来之后就没有拿到最高那个奖嘛 然后就跟人家讲啊是因为我呃去那个呃竞赛的时候我这前天晚上没睡啊 然后就拉了一晚上肚子所以才造成了这个后果就有一个很很好的一个台阶就下去了就把这事就过去了啊 啊就是自己自己怀疑那个不自信那个态度想要逃避那个态度就显化了啊 所以跟大家举这个例子呢就即便是我去路边摊吃这个让自己拉肚子这件事呢都是自己能够显化出来的 不是说我必须要主动呃比如说自己呃 头痛啊或者莫名其妙的就呃 比如说呃呃呃呃痰出问题或者是怎么样 而是说我即便是外界能给自己就是一个呃合作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都是我们可以自己显化出来的 所以说了这么久呢也就是说大师理解大师讲的就是理解我们自然发生的原理 也就知道为什么大师说 其实 其实我们不需要预防这个疾病 是因为本来这个作用 这个手段就是没有必要的 因为 即便你在预防 你该显化 它还是会显化 所以就是一切都是我们的显化了 就是你心中知道 这个世界是怎么发生的就可以了 再外加上呢 疫苗对我们的身体是损害非常大的 师傅是强烈反对的 所以呢 就在这个录像中跟大家讲 就是不需要打疫苗的 这个事实大师讲了 就是我们 一定不能打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生病的这样的一个 在背后的这样的一个机理 好的 那就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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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